各位好,我是王中隆,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錄影 這一次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銀河之星 這款遊戲我第一次玩是玩SATURN版 這一次我就想趁著Megadrive mini 2代 收錄了這款MD CD版的銀河之星 剪輯一下遊戲中的故事 讓大家欣賞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遊戲介紹吧 發行年份是1992年 由Game Art所呈現 作為代表Mega CD的RPG系列第一部作品 憧憬著傳說四英雄之一 龍之主達英的少年雅雷斯 與青梅竹馬盧娜 一隻長有翅膀的奇妙貓咪 納露一同踏上冒險之旅 好,這就是故事的簡單介紹 那麼進入遊戲吧 先來看一下 遊戲的開頭影片 從標題畫面 似乎就可以看出 其實遊戲的所在地 是在月球上 也好像預告了二代的劇情 算是蠻 耐力尋味的地方吧 因為已經有了PC陰景 CD弄弄這樣子的潛力 所以 開頭影片 還有唱歌 也不是什麼稀奇的表現了 但是和超人比起來 RPG比較少的 Megadrop上面能夠有這樣子的 RPG出現 還是會讓人覺得開心 話說回來 這一首歌和後來的Suturn版 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後來的Suturn版 並沒有使用這一首歌 而是重新寫了一首 因為我是先玩Suturn版 現才玩這個MBCD版 所以當初玩的時候 也不覺得怎麼樣 如果有玩MBCD版的話 也許在聽了Suturn版的開頭之後 會覺得有點遺憾吧 在這邊 出現了四英雄的畫面 其實 算是有一點 洩漏了劇情的感覺 不過如果過完了後面 可能也不太會發現吧 也許製作團隊就是要讓人家有 原來如此的感覺 才這樣子設計 遊戲的開頭影片吧 只可惜 少年10代的我 要那麼多錢買這款主機 要30年後才能夠 回頭再來玩這款遊戲 感謝Sega出迷你MV2代 這個畫面也預告了 女主角 後來的發展 如果玩到後面再回來看這個開頭的話 應該會蠻有感觸的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一開始是從 村莊布格開始 在這裡有著 曾經拯救過世界的英雄的墳墓 這個英雄的名字叫做達因 這裡就是達因生長的故鄉 然後有一個少年 憧憬著這個英雄 這個少年的名字叫做 阿雷斯 就在阿雷斯參拜墳墓的時候 突然後面傳來了 叫他的聲音 原來是一隻小動物 小動物說 你真的很喜歡這位大叔耶 你很想要像達因一樣 到廣大的世界冒險吧 我知道這是你的夢想 不過 整天在這邊參拜墳墓 我覺得好無聊 你答應過露娜要去練唱了吧 不快點回去的話 她可是會生氣的喔 就在這個時候 阿雷斯 是我啊 拉姆斯 你在這裡啊 我聽到了很不得了的事情喔 只要去龍的洞窟 龍就會給你很大塊的鑽石喔 你不是說想要冒險嗎 我們就去龍的洞窟吧 好那就決定了 我先到家裡準備一下 我們之後再見吧 為了要和拉姆斯一起去龍的洞窟 主角就要先向女主角報告 這個時候女主角出現了 她說你怎麼這麼慢啊 阿雷斯 你 見到了拉姆斯嗎 她老師在跟你講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們要準備唱祭典的歌了 開始練習吧 我先開始唱 這個地方突然就用 滿版的 圖片來表示 我想當初在玩這款遊戲的玩家 應該會覺得滿震撼的吧 畢竟前面的開頭影片 都還是那種 切割的圖片 這個時候出現滿版的畫面 會讓人覺得 滿有魄力感的 話說回來 主角是彈塑琴的 我忘記 Suturn版 是不是又改成其他樂琴 好 阿雷斯 阿雷斯 怎麼了阿雷斯 恩 我知道的 你不用說 阿雷斯的情深 有點奇怪 你有在想什麼事情嗎 你有在想什麼事情嗎 你不要瞞著我 跟我說吧 怎麼了 阿雷斯 阿雷斯 他要跟拉姆斯一起去 龍的洞窟 龍的洞窟 不可以阿雷斯 那地方太危險了 不管我 我說什麼都沒有用的事吧 好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阿雷斯 老是會亂來 我很擔心的 久等了 我終於做好準備了 我們走 哎呀 露娜也要去呀 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去龍的洞窟吧 到了龍的洞窟之後 在黑漆漆的洞窟中 出現了 兩隻 閃閃發光的眼睛 黑漆的洞窟突然就變亮了 黑漆的洞窟突然就變亮了 是誰 吵枉我的睡覺 喔 好久不見的旅行者 我是白龍 法醫弟 阿雷斯 找我有什麼事嗎 人類的孩子 你叫做阿雷斯嗎 你的眼神不錯 很像是當初達英 的那個眼神 那 少年啊 這隻龍的戒指 你就收下吧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離開這座島去大陸吧 然後 去 經驗 然後成長 再來找我 就收下了龍的戒指 就收下龍的戒指 白龍 我 我想要 鑽石 鑽石 不 不行就算了 這種東西為什麼人家會想要呢 這只是我的大 還是不要說好了 這是鑽石給你吧 收到龍的鑽石 一行人就來到了村莊中的道具店 想要把鑽石賣給店家 但是這個鑽石店家覺得太高貴 他收不了 就建議主角一行人到大的城市 例如像梅利比亞 那種地方去買 主角就先回家向爸媽報告 爸爸認為 出去冒險就像是個男子漢一樣 所以也欣然接受 還幫主角 寫了一封介紹信給 港口旅館的老闆 要他開船 在主角一行人過去 在旅途中 主角一行人 遇見了一位 也是個冒險者 叫做雷克 雷克看起來已經在外面旅行很久了 看到主角一行人 還以為他們是出來遠足的 結果居然是要出外冒險 就很開心 大笑的一聲 他認為 男孩子就是要這樣 來到港口的旅館之後 旅館的老闆一開始 還不願意讓主角一行人上船 結果在看了主角的父親寫的信之後 就欣然的同意了 有趣的是 這個旅館的老闆還聲稱 以前是和主角的爸爸 還有達英 三個人一起出外冒險的 不知道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也許可以寫成的簽證也說不定了 說了半天 原本以為可以搭船的 但是旅館的老闆卻說 因為船長那邊出了事情 所以目前沒有辦法出船 就在眾人不知道該路會是好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一個人向我們打招呼 他叫做Nashi 他是魔法都市的魔法學院三年級生 是大仙哲 戈雷恩的弟子 這個人看起來還蠻臭屁的 自以為會使用魔法就很得意的樣子 還想說這種向下地方他根本就不想待 想要快點回大都市去 不過當他知道主角一行人也是想要去美利比亞之後 就希望主角一行人幫助他拿他手上的一把帳 水流之帳 去和人交換航海圖 這樣子船長就可以出海了 於是主角就和他一起 去找那位需要 這把帳的人 那個想要流水帳的人 那個想要流水帳的人其實也不是什麼想要流水帳 而是想要 方便的工具 那我們就把這把 流水帳交給了這個人 那他就給了我們航海圖 回去找船長之後 他很高興的收下了航海圖 準備要出海 但是又想起一件事情 那就是 需要點亮燈塔才行 於是又給了主角一行人 搭火石這種道具 要主角一行人幫忙到燈塔上面用搭火石點火 於是主角一行人又出發燈塔了 真的是 雜事非常的多 哇 經過了一番努力 終於點亮了燈塔上的火 就在準備離開的時候 露娜突然 若有所思 她感慨 原來主角這麼的強 自己完全都沒有發現 明明 在一起生活了那麼久的一段時間 將燈塔點火的消息告訴船長之後 她終於可以出船了 她說 這個恩情她絕對不會忘記 希望如此 不過後面也沒有她的劇情 所以她忘不忘記都無所謂 接下來露娜就告訴主角說 她 不打算前往那個大都市 美利比亞 大家都很吃驚 不知道為什麼 露娜的理由是說 如果她跟著一起去的話 那爸爸媽媽一定會很 寂寞吧 所以至少自己要留下來 那 阿蕾絲和娜露 就 一起過去吧 而且 她也 自己覺得說 沒有辦法再跟主角一起冒險 可能會綁手綁腳的關係吧 那她說 這對主角你而言 是個 冒險的開始 好好加油吧 希望有一天會再見面 告辭了 她沒有想到會這樣子和阿麗絲分別 她說你一定要回來啊 我會在那邊等你的 你要答應我 就這樣子到了美利比亞 一到美利比亞 魔法師納希就離開了 她說她會在 黑玫瑰街 有事情可以去找她 眾人就不 趕緊 去找寶石店 要把手上的龍寶石賣掉 有個寶石店願意出四千塊錢 於是就賣給她了 但是這個店員說 她要去拿錢 要主角一群人先把龍寶石交給她 結果 主角就把寶石交給了她 但是等了半天 這個店員卻都沒有回來 這時候才驚覺 自己被騙 一群人就去找這座城市的管理者 叫做梅爾 他也是 昔日的四英雄之一 他說 你們為什麼來到這座美利比亞呢 喔是為了冒險嗎 這是令人感到 感動啊 男子漢 那孩子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眾人就說了來這裡的目的 可是呢 這個管理者沒有去說 你們是來冒險的吧 既然如此 那就靠自己 去解決這種事情吧 這是讓人錯了的說法 在酒店還可以 將這件事情告訴歌女 歌女會說 那我就特別唱一首歌給你聽聽吧 這時候選 要聽的話 他就會到舞台上唱歌跳舞 其實這個遊戲裡面到處都有像這樣子的 歌女 可以聽他唱歌 那大部分的歌聲 聽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 其中有唱的比較差的 也蠻有意思的 聽完之後 通常就會給出我們的意見 這個時候 納露就說 露娜的歌聲比你好聽一百倍 結果這個歌女就生氣了 在下水道找到那個騙人的電源之後 一開始他願意給一千元 我們如果拒絕的話 他會再提高到兩千元 再拒絕可以再提高到三千元 之後如果拒絕的話 只能夠痛打他一頓而已 但是他就只能夠給三千元 所以 搶到三千元之後就可以直接按接手 再下去也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然後 得到了三千元之後 拉姆斯要求主角分給他一半 不過卻又展現出 若有所思的樣子 不知道他又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點之後 玩家就會知道了 總之先回去找那位魔法師 納希 為什麼要找納希呢 因為 下水道的敵人不怕物理攻擊 所以要去找納希 出發主角的 魔法潛力開竅的事件 再去找納希之後 他就會說 我看你還蠻有魔法潛力的 要不要跟我去魔法都市啊 於是主角就同意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呢 拉姆斯就說 他的冒險就到此結束了 因為他想到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只不過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就是了 那麼就和拉姆斯告別了 主角通過考驗之後 進入了魔法都市 納希告訴主角 你要先去找老師 不過也可以乾脆就讓 蓋萊恩收你為徒 有這個打算的話 他也可以幫忙美言幾句的 講是這麼講 不過到時候再說吧 總而言之 納希就先離開了 在探索無法都市的過程當中 認識了一個女生 她叫做 密雅 她很願意和主角一行人交朋友 還對才剛認識的主角一行人說 她很擔心自己的媽媽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總之以後再說嘛 再去找納希 她會說 你來找我做什麼 在得知 原來是魔法學院中的老師都已經收滿學生了 沒有老師之後 她就說 我來替你介紹 蓋萊恩吧 蓋萊恩出現了 歡迎你來到魔法學會 我就是宰相蓋萊恩 我已經聽納希說過了 聽說你蠻照顧他的事吧 我先代替他向你道謝 蓋萊恩說 我會替你像這座魔法都市的管理者 雷米要 說幾句讓你能夠加入的 不過在這之前他要先考驗一下 你的實力 然後 就 接受了這個考驗的任務 接下來要去一個小漁村 那裡有一個支撐龍主的人 在那邊作威作福 讓村人感到很困擾 希望主角能夠過去解決他 然後 然後 這個魔法師就說 我就特別幫你一次吧 然後 如果選擇願意的話 他就加入了 來到了漁村 找到村長 村長說 之前在湖的中央的小島上 住了一個魔法師 他自稱自己是龍主 在那邊作威作福 大家都拿他沒辦法 請主角 請人幫忙 這個時候呢 旁邊有個女生 叫做 傑西卡 他看起來好像很 活潑的樣子 他並不是這個村子的人 而是來 而是來除害的 他是個 實習的神官 會使用恢復系的魔法 然後他也會掌舵 可以幫我們掌舵 雖然 傑西卡 這麼有能力 但是村長卻不要他去除害 所以傑西卡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不過在得知主角一行人 是要去 島上除害之後 他就希望能夠參加 於是 就讓他同行人 另外傑西卡還提到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他之前 跟一個男生 吵架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才會來到這種小漁村 借著除害來散心吧 至於那個男生是誰 之後就會知道 來到湖中的小島 找到這個 自稱龍主的人之後 就要跟他對決 基本上 這個遊戲的敵人 都不會太難打 只要注意到 角色的血量的話 應該是不至於 失敗才對 打倒了他的手下 那些龍之後 他就會說 我才不是什麼龍主 請你們原諒我吧 那這個時候 也只能原諒他了 就放他一馬吧 放他一馬 離開這座小島之後呢 傑西卡就會跟 主角一行人說 啊 打倒了這個 地方的 惡霸之後 他也覺得 心中舒坦了不少 於是就 開心地離開了 得知主角已經通過考驗之後 高雷恩就同意帶主角去見 雷米迪亞 這個人就是 昔日四英雄之一 雷米迪亞 但是他對主角這個人好像 不是很中意的樣子 不中意也就算了 居然還有士兵把主角 打到地下牢去 這個時候呢 納露就 獨自逃走了 這個時候 玩家也不會知道為什麼會被關到地下牢去 只會覺得莫名其妙 不過之後應該就會釋懷了才對 總而言之 主角就被關到地牢去了 這個時候 普拉米亞帶著 納露 一起進到了牢房中 米亞說 是納露拜託他來救主角的 不過米亞也是有求於主角的 他需要主角手上的龍的戒指 這樣子才能夠登上銀塔的上層 據說在銀塔的上層有一種鏡子 可以驅魔 他需要這樣子的鏡子 在銀塔取得鏡子之後 接下來就要去水晶塔 米亞說他的媽媽就在那裡 一行人來到了水晶塔的下面 他們見到了納西 納西說他希望能夠幫助米亞 即使這會 承受死刑之災 於是就讓他加入了 米亞也對納西表達了感謝之意 來到了水晶塔 來到了水晶塔見到雷米尼亞 他說 就算是自己人也不會輕易的擾過的 但是米亞這個時候拿出了鏡子 驅除了他身上的魔掌之後 顯出了圓形 原來是有人假冒了雷米尼亞 這個假冒的人 他是要做 佐諾比亞 他是住在邊境的魔族的 佐諾比亞說可恨啊 就差一點就可以掌握 魔法都市 竟敢破壞魔法皇帝的計劃 要給你們好看 說完這句話之後 就丟下了幾個部下逃走了 他的部下也不能打 正常玩應該都可以打破才對 打完之後 蓋蓮恩就會說啊 我居然會這麼的不小心 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才好 在思考一下之後 決定要主角帶他去見白龍法伊蒂 他說法伊蒂應該就在你住的那座島上吧 希望我們可以帶他過去 同意之後呢 他說 他要先到梅蒂比亞去見老朋友 到時候就在那裡灰眠吧 聽到這件事 納路易很開心 因為又可以見到露娜了 所以說 所謂的梅蒂比亞的老朋友 當然就是梅爾了 因為他們都是昔日的四英雄嘛 這個時候會看到梅爾的旁邊有傑西卡 傑西卡是梅爾的女兒 她一開始還講話很粗魯的 但是 馬上就回過神來 用很端莊的口氣說話 這個人如果懂日文的話 應該會覺得蠻好笑的 和梅爾交談時 他會說 主角的眼神就讓他想起了當時的答應 讓他覺得很懷念 同時他也感慨的說 像 蓮米尼亞 那樣子了不起的魔法師居然會中招 那魔女 祖諾比亞還有魔法皇帝不知道是什麼來理 不管怎麼樣 他要主角先在他這裡睡個一晚 明天再出發 在宣夢中 主角夢到了露娜 她似乎在向主角求救 於是主角就驚醒了 和娜露一談之下才發現 原來他也做了一樣的夢 希望 不會有什麼 壞事發生就好 和蓋蓮 會合之後 一行人就出發前往主角的故鄉了 這張航海圖 其實在這個遊戲中 是第2次出現 不過因為想要節省 這個影片的時間的關係 我就把第1張航海圖 給刪掉了 只留下這一張 回到家鄉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參拜 達因的墳墓 但是 蓋蓮恩看起來 對於這個墳墓 很不在意 而且他還說 他不允許達因不在的世界 接著就來看看露娜吧 露娜看到了阿麗絲 就覺得 開心 很感動 沒有想到他會再回來看他 而 娜露也很開心 說 又能夠再見到 露娜了 露娜看到 阿麗絲身旁有另外一個人之後 就詢問他是誰 結果在得知他就是 是英雄之一的 蓋蓮恩之後 就急忙的自我介紹 蓋蓮恩看到了露娜 這是若有所思 似乎 有了什麼樣的主意 但目前還不清楚 來到了龍的洞窟之後 蓋蓮恩對著主角說 這個世界的核心 曾經是女神 還有龍族 但是他們並沒有 足夠力量守護這個世界 如果有的話 達因就不會犧牲了 所以 與其是這樣子 他還不如一開始就由最強的人 來守護這個世界 見到了白龍之後 蓋蓮恩立刻就露出了本性 要動手殺害白龍 在蓋蓮恩的魔法攻擊之下 白龍瞬間就被打敗了 可能是白龍太老了吧 沒有想到 這麼輕易的就被蓋蓮恩打敗 這樣子也算是守護世界的龍主 讓人覺得 蠻詭異的 蓋蓮恩打敗了白龍之後 就說 只要再得到女神 世界就是他的 所以說他之後還要再得到女神就對了 這邊的故事轉折我覺得沒有做得很好 蓋蓮恩在講前面的話之後 就離開了 但是遊戲中並沒有他離開的描述 所以就讓人覺得有點突兀 快要死去的白龍就告訴主角說 我已經沒有能力 拯救女神了 我不知道 阿里斯 你有沒有能力 當上龍主 但是我想要把 這個世界 還有女神 託付給你 說完這些話之後 白龍就賜給主角 取得龍裝備的資格 如果主角能夠覺醒成為女神的守護者 就能夠使用龍的裝備 首先拿到的龍的裝備是白龍的翅膀 接著去找露娜就會發現 露娜好像有危險 於是就趕快過去看一下 結果又是這個魔女 祖諾比亞 祖諾比亞說 因為魔法皇帝 嘎人認為這個女神很可能就是女神 所以要把她帶走 至於主角呢 則是要帶到礦山去 讓她在那邊做工做到死 於是魔女就叫出了她的手下 這些手下照理說也不會太難打 好好打就不至於有事情 雖然打倒了魔女的手下 但是露娜還是被魔女帶走了 露娜這時候感嘆地說 原來 中之翼的梅爾被畫成了石頭 而傑西卡則在旁邊哭泣 據說要打倒魔女才能夠解除梅爾的這個石化的魔法 傑西卡在得知主角阿里斯要去找盖利恩還有那個魔女之後 也痛下決心要和主角一起去尋找這個兩個人 結束了這邊的對話之後接下來就要去魔法都市 來到魔法都市之後會看到密亞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母親 但是她的母親已經喪失了記憶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又不知道自己是誰 不過密亞雖然遭遇了這樣子的事情 卻也同情著傑西卡的遭遇 可以感覺到她悲天憫人的一面 接著密亞在得知主角一行人要去找盖利恩還有魔女之後 也表示希望能夠同行 因為盖利恩也許有辦法解除對她母親私下的魔法 所以她必須找到她 而且密亞也不能夠接受有人惡用魔法 因為她已經是魔法學會的新的管理者了 在旁邊的那些聽到了主角和密亞的對話之後 原來不敢相信盖利恩就是那個魔法皇帝 這個時候 那些也說出了真相 原來她去主角的故鄉那座島的原因 就是盖利恩下令要她去調查白龍 那些為了贖罪 也請求能夠加入主角一行人 接著眾人為了到大陸的南方 來到了關口的南扎斯 掌管這裡的是一個叫做齊莉的男子 其實她是傑西卡的親妹竹馬 之前傑西卡說跟人家吵架 指的其實就是她 齊莉在得知傑西卡這一行人 只有四個人卻要去面對盖恩之後 就想說為了要幫助這個親妹竹馬 決定也出手幫忙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梅爾對自己有恩 所以她也要回報這個恩情 齊莉加入之後 團隊就變成了五個人 這也是最後的團員了 接下來就要找出魔女的所在地 在打聽之下 有人說 有個叫做達門的人 她應該知道魔女的所在地 她就住在塔 達門塔 前往這座塔的路途中間隔著一道海峽 眾人沒有辦法到達 於是找到一個發明家幫忙 她要主角一行人去幫忙尋找一種材料 找到材料交給她之後 她就幫主角一行人建造了熱氣球 奇怪的是這個發明家並不願意和主角一行人一起搭上這個熱氣球 結果這個熱氣球還是由杰西卡掌舵 於是就飛上天空了 一開始飛上天空的時候 然後大家還抱持著觀光的心態 在高高的天空上俯瞰著這片大地 感覺還蠻舒服的 眾人看到火山就想說 這裡該不會有什麼東西吧 接著就飄呀飄的來到了達門塔的上空 但是卻突然遇到了一陣狂風 把熱氣球吹開 結果就沒有辦法進入達門塔 沒有辦法進入也就算了 這個熱氣球最後還不幸的墜落到城市之中了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熱氣球不夠穩定的關係 那個發明家才不願意上船吧 為了一解從熱氣球上摔下來的苦悶 眾人就去泡了溫泉 這個溫泉是只有男生的畫面而已 有點可惜 後來又遇到了一個知道達門下落的人 他說在一座山的旁邊演奏樂器的話 就會開出道路來 眾人聽了這些話就來到了那個人所講的地方 開始演奏樂器 結果眼前的一座福島突然願意搭載主角醒人 原來那座福島是一隻驅大的烏龜 烏龜載著眾人來到了達門塔的下面 上塔走到達門之後 他會告訴主角一群人說 那個魔女正在一座城市 他正要挾持一個歌女 於是眾人就立刻趕過去 在這個城市中 終於見到了魔女 但是他還是把那位歌女給帶走了 而且他還料話說 如果要找他的話就到邊境去吧 主角一群人也沒有辦法 就只好繼續冒險下去了 接著呢 就要前往剛才做樂器球的時候看到的那一座火山 在這裡可以得到紅龍的裝備 就是紅龍的盾牌 這個世界有五頭龍 除了白龍 其他的龍基本上都在之前的戰役中上升了 所以才會以這樣子靈魂的狀態出現 接著眾人又去溫泉休息一番 這次就是女性角色的圖片了 然後再來到藍龍的守在地 藍龍當然也已經消滅了 只剩下了靈魂 他希望主角一行人能夠拯救這個世界 然後就給了主角龍的裝備 頭盔 得到龍的頭盔 最後要返回的時候 魔女突然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結果他要求納斯動手 原來納斯根本就是先和魔女溝通好的內建 結果他就帶著龍的頭盔一起離開了 納斯這樣子的行為 讓納魯覺得非常的不拷心 不過即使是這樣子 米亞還是選擇要相信納斯 玩到這裡 我是覺得 如果要設計這樣子內建的話 為什麼不選擇動手就好了 把主角這一行人幹掉 就沒有後部之憂了 真的是 接著主角一行人來到了文明的最邊境的村子 這裡正流行的某種奇怪的病 可能是那個魔女搞的鬼 在村子裡 在村子裡 主角一行人遇到了草原的子民 叫做鐵木珍 他還帶著一個女的 叫做PDR 鐵木珍正在尋找有能力的戰士 他看向了主角要求一戰 於是就答應他了 一陣對峙之後 雙方勢均力敵 鐵木珍也沒有那種要打個你死我活的心意 於是就說手了 鐵木珍對主角說 你是我遇過第二強的人 至於第一強的人 這是一個奇怪的大叔 他叫做雷克 至於鐵木珍他們為什麼要尋找戰士呢 原因是流行病拘收要有強力的戰士才能夠解救他們 所以他們才出來尋找 接著在村中又遇到了之前遇到過的雷克 他告訴主角一行人說 如果要成為龍主 就必須去女神塔 但是這座塔只能夠從空中進入 能夠做出可靠飛行船的人 只有發明家邁特 但是邁特討厭人 所以最後就決定由雷克還有主角兩個人一起過去 見到了麥特之後 他果然叫大家趕快離開 不過雷克和麥特原來是舊事 麥特很快就察覺到 雷克是要他製作飛行船 他知道雷克的個性 所以雖然百般的不願意 也就答應製作飛行船了 一行人接著來到預定放置飛行船的塔頂之後 結果看到了 四英雄之一也就是魔法皇帝 嘎雷恩突然出現 嘎雷恩和雷克原來也是舊事 他要求雷克加入 但是雷克拒絕了 從嘎雷恩和雷克的對話 大概就可以看出 雷克其實就是昔日的四英雄之一 達英 嘎雷恩看起來滿心想要讓達英恢復昔日的魔法能力 還有力量 但是達英自己卻不這麽的想 達英要幫助阿雷斯阻止嘎雷恩 嘎雷恩就對阿雷斯說 如果你想要打倒我就要變得比我更強才行 但是就算是變成了龍主 也是打倒不了魔法皇帝嘎雷恩我的 我將成為世界最強的支配者 下次再見的時候就是阿雷斯尼的死期了 雷克隨後跟阿雷斯說 憑憲的我和你還打不到他 不是戰鬥的時候 你必須更增進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有決心幫助那位叫盧娜的少女 那麼就應該不會毋用力量才是 一回到村莊 雷克也就是達英就決定要先回家休息 他還稱讚阿雷斯很有自知要好好努力 回到雷克所在的房子和其他夥伴會合之後 突然就看到納希回來 他似乎深受重傷 並且告訴大家接下來要怎麼走的資訊 同時還帶回了青龍的頭盔 雖然納路並不相信他 但是主角還是選擇相信 因為納希是為了打聽出如何去邊境的消息 才假裝和魔女合作的 卻在逃出的時候被魔女打成重傷 那麼接下來就要去草原那裡 取得當地的聖樓水 再將聖樓水倒到轉送泉水中 這樣子就可以轉送到邊境的地區了 一行人來到草原的聚落 發現當地的人民幾乎都得到了流行病 就連之前遇到的霹靂雅也已經病倒在地 鐵木珍為了解決這場流行病 已經自己一個人前往惡鬼洞窟去了 原來惡鬼洞窟中有女神封印 但是那個女神的封印不知道為何被人家毀壞 所以惡鬼才會出現然後散播了流行病 就在這時 蜜雅突然也受到流行病影響而病倒 於是傑西卡就留下來照顧蜜雅 只有剩下的人前往惡鬼洞窟 於是主角齊莉還有納西三個人 就動身前往惡鬼洞窟了 在闖蜡惡窟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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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地的巫師 巫師施展法律啟用了女神封印後 流行病就解決了 因為聚落的規定 鐵木真必須接受懲罰 但是鐵木真卻甘之如意 她第一個想見的就是她心愛的皮里亞 於是就跑了出去了 原本留下來照顧米娜的傑西卡已經病倒 不過在女神封印的威力下也都恢復了 米娜和傑西卡歸隊之後 接著就向村長詢問聖樓水的所宅 結果村長帶大家到一座井口前 村長說 從這座井裡取出的水就叫做聖樓水 早知道如此 也許直接從這井口取水的話 就不用管什麼惡鬼洞窟了 接著藉由轉送群來到了邊境之後 到了邊境的村子叫做嘎迪恩 據說在嘎迪恩村子的附近有黑龍洞窟 於是眾人就動身前往黑龍洞窟 在黑龍洞窟中遇到一個人 她問說你們是不是想要成為龍主 回答是之後 她就將勇者的信物交給了主角 她說 將這個信物拿給馬克村的村長看 因為洞窟中也沒有其他東西了 就離開了黑龍洞窟 繼續往塔龍鎮去 塔龍鎮是個礦山 在這裡有許多人被魔法皇帝強迫勞動 塔龍鎮再往下走 就是馬克村還有路易德鎮 一行人在礦山之中 發現了主角阿麗斯的故鄉中的居民 原來也被關在礦山之中工作 在這裡她見到了父母親 父親在這時告訴她一個真相 原來路納和納露 是當時打印交給他們兩個脫養的 至於路納和納露得來的如何 就連阿麗斯的父親也不知道 守礦山的士兵長看起來不像是個壞人 他為了家中的蹊跷 不得不和主角一行人對戰 但是他終究不是主角一行人的對手 於是他又突犯出最強的龍戰車 和主角一行人對戰 只不過即便是龍戰車 遇到了主角一行人 也只能夠俯首稱臣 於是士兵長就說 既然你們這麼強 說不定你真的能打倒嘎雷恩 好吧,就讓你們通過吧 就這樣子,眾人就通過了塔龍陣 賴到下一個目的地 馬克村 將勇者的心物交給村長之後 村長就允許一行人前往黑龍洞窟 在馬克村裡有一座黑龍祠堂 就是從這座黑龍祠堂通往黑龍洞窟的 在之前的四英雄的戰役當中 是因為黑龍發狂 所以四英雄才想辦法解決了黑龍 在這時候來到了黑龍洞窟 原本已經死掉的黑龍 突然他的骨骸又復活了 並且攻擊一行人 在戰鬥中 黑龍看起來巨大好像很威的樣子 不過在眾人努力的圍毆之下 當然也不是對手 一下子就被我們打倒了 打倒了黑龍之後 不知道是從哪裡傳來的 像是阿雷恩的聲音 他辭笑阿雷斯一行人 說阿雷斯辛苦你了 龍主已經因為你的關係而滅亡了 你自己親手封閉了成為龍主的路 女神的朱莉都已經消滅了 這樣子我就可以支配女神了 眾人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就繼續往下走 在接下來的神殿中 取得黑龍的鎧甲 這樣子龍的裝備算是基本上都取齊了 一行人接下來又回到馬克村 去見村長 結果在村長的家門前 有一個女孩子 她說她是從路易德鎮逃出來的 是露娜幫助了她 而且露娜也跟她講過阿雷斯的事情 希望阿雷斯能趕快過去救她 這個女孩給了主角路易德鎮的鑰匙 於是主角一行人來到路易德鎮 用鑰匙開了門進去 說起來也很好笑 因為門口有兩個警衛 就眼睜睜地看著主角用鑰匙進入了路易德鎮 不知道到底在收什麼的 路易德鎮是 盖雷恩建造給發明家阿塔內恩當作研究工廠的地方 阿塔內恩自稱天才發明家 一見到主角一行人 就立刻派出了戰車格萊姆 雖然這輛戰車格萊姆的血還蠻多的 但是只要讓防禦力最高的主角在前面擋住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太難打 可以輕輕鬆鬆地就解決了她 雖然眾人打倒了戰車格萊姆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阿塔內恩已經出動了機械城 而且她還說 有人已經支配了女神了 沒有人可以阻止魔法皇帝盖雷恩了 也不知道這個發檔內恩後來下場怎麼樣 總而言之 眾人只能夠眼巴巴地看著這個機械城運作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 女神就會在這座機械城的頂樓 盖雷恩在下令女神使用力量放出火焰之後 女神就以極強大的魔法之力 首先攻擊了魔法都市 於是浮在空中的魔法都市就墜落了 一行人接下來就從馬克村 一路趕回塔龍鎮 看到了停在當地的機械城 明明知道可能沒有辦法對抗魔法皇帝盖雷恩 眾人還是往機械城的方向衝了過去 但是因為受到女神的力量保護 所以就這樣子被躺開來了 被躺開之後 似乎又在夢境中夢到了悲傷的露娜 也許是露娜在女神的內心中 向著阿麗絲再求救也說不定吧 當主角阿麗絲再次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七天之後了 原來主角一行人被彈飛到了立場 聽到賊公會的管理者說 女孩子似乎在樓上 於是就先到樓上去探望傑西卡還有蜜亞 結果見到蜜亞的時候 她說她還暫時沒有辦法起來 聽說納西在樓下受到了打擊 希望阿麗絲能去激勵她一下 另外一邊的傑西卡也一樣起不來 她也聽說麒麗正在樓下的酒店 要阿麗絲過去看她一下 來到了樓下之後 會看到納西正在下面的酒吧 對著牆壁不知道在做什麼 跟她講話之後她就說 我們是不可能打贏蓋雷恩的 所以她不想再戰鬥下去了 希望蓋雷恩能夠放她一馬 另外一邊的麒麗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她認為她是不可能贏得過蓋雷恩的 而且她又有女神的幫助 城又那麼大根本不可能贏的 只要能夠在自己的山寨中當個盜賊王 就心滿意足了 因為如果死掉的話 也就不能夠再像這樣子喝酒了 所以她要往前的喝酒 忘記之前的事情 回到樓上 將奇麗和納西兩個人的狀況 告訴了傑西卡還有密亞之後 她們都感到非常的驚訝 決定要親自動身過去激勵她們 於是兩個人就加入團隊了 帶著密亞去見納西之後 那些一改之前的軟弱的態度 似乎又振作了起來 這樣子的反應 讓娜魯看了也搖頭 說在女孩子的面前就會這樣子撞模作樣 真是哪她沒辦法 另外一邊的奇麗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一聽到傑西卡說 你這個沒路用的傢伙要跟你絕交 奇麗馬上一反潛態說 喝酒只不過是為了壯自己的膽子而已 管她是女神還是嘎雷恩 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啦 根本不需要絕交吧 於是兩個人就這樣子加入了團隊 就在這個時候 雷克來到了酒店 告訴大家說 飛行船已經做好了 大家有勇氣去女神塔嗎? 回答有勇氣之後 雷克就說 在女神塔上 有龍主的最後的裝備 女神的劍 希望阿雷斯能夠繼承她 成為龍主 到了這個時候 雷克才說出她的真正的名字 就是達伊 達伊說 她之前在封印黑龍的時候 已經耗盡了自己的所有的魔法力 當時因為有嘎雷恩在 她才撿回一條命 但是她已經失去了龍主的能力了 從此她就以雷克之名 過著浪跡天涯的自由生活 她喜歡這樣子的生活 但是嘎雷恩並不這麼覺得 就嘎雷恩的眼光看來 龍主也只不過是女神的道具吧 嘎雷恩之所以想要掌握世界和女神 或許都要歸咎自己 一來到麥特塔 麥特就說 飛行船已經放到了頂樓了 於是眾人趕忙前往頂樓 但是當眾人來到頂樓之後 看到魔女已經在飛行船下面等著大家 這時候 達伊從後面衝得出來擋住魔女 要大家趕快上飛行船 這裡就由她擋住 不過魔女畢竟也不是省油的燈 立刻就將達伊化為石頭 要阻止其他人上飛船 可是即使達伊變成了石頭 還是牢牢的擋在魔女前面 讓魔女無法動彈 結果眾人就這樣順利的上了飛行船 達伊在變成石頭之前 向阿里斯說出了一項重要的資訊 那就是 實際上龍族並沒有滅王 還剩下一隻 所以阿里斯可以放心 於是就在傑西卡掌舵之下 眾人搭著飛行船 飛向了女神塔 話說回來 這個魔女不是可以瞬間移動嗎? 其實根本就不會被這個雷克 不是 達伊所擋住了 就在眾人搭著飛行船 快要抵達女神這塔的時候 突然後面發出了一道光束 打中了女神塔 但是 女神塔似乎有什麼樣的屏障 那個光芒並沒有直接毀滅了女神塔 不過 這道光芒卻也傷害到了飛行船 讓飛行船破降在女神塔的下面 在女神塔的頂層 有一幅描繪女神的畫 這幅女神的畫 看起來就像是露娜一樣 讓那路看了之後 非常的驚訝 也就是說 露娜真的是女神的轉世 接著來到女神的祭壇前 這裡有兩個女神的使者 他們要考驗阿列斯 是否有得到女神劍的實力還有資質 因為這場戰鬥只有主角一個人而已 所以最好備用 加NP的道具 以免NP不夠用 雖然打倒了女神的使者 有資格拿取女神的劍 但是 那路卻說 龍已經全部死光了 沒有辦法成為龍主啊 女神的使者就告訴那路說 其實你就是白龍的後代 於是 有資格成為龍主的阿列斯 就這樣子收下了這一把女神的劍 成為新一代的龍主 仔細想想 就算 那路是白龍 但是龍也只剩下自己了 這樣子 在他死掉之後 是不是 龍主這個系統 是不是就無法再持續下去了呢 真的是蠻耐蕊味的 再怎麼說 這都是以後的事情了 先解決掉眼前的問題吧 所以 眾人就繼續前往機械城 因為 主角阿列斯已經成為了龍主 就可以 毀壞這個女神的結界 順利進入機械城 在前往頂城的路上 又遇到了田無真 他要幫我們解決路上的羅羅 於是 但是眾人就順利的登頂 在頂上看到了露娜 但是露娜卻說 我的身心都已經是蓋雷恩的了 要阿列斯趕快回去 離開這裡 她不想再看到阿列斯的臉了 結果 那路就說 你覺得我不是露娜 快獻出你的原型吧 你一定是魔女了 結果 她真的是魔女 魔女 詛諾比亞 眼看已經退無可退了 也只好獻出自己的原型 來和阿列斯一行人決一實戰 雖然故事上把魔女說得好像很強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戰鬥的時候也沒有多強 只要加加主角和齊莉的攻擊力 還有掌握好血量 就可以順利的打敗她 接著一行人就使用魔女腳下的魔法陣 來到了這座塔的最上城 看到了魔法皇帝之後 密亞 娜西 傑西卡 紛紛下定了決心 於是就往上走 和魔法皇帝 蓋雷恩決一實戰 魔法皇帝見到了阿列斯一行人 說阿列斯不龍主 又是你要來阻止我嗎 但是我是魔法皇帝 如今也是女神的支配者 我要把你們送到地獄去 你們在我的眼中 只不過是像螺螢一樣的傢伙吧 結果魔法皇帝蓋雷恩話雖然說得漂亮 但是她在戰鬥中的表現也不怎麼樣 在哪下就被我們輕輕地熱了 讓魔法皇帝蓋雷恩隱恨之後 一行人終於見到了被控制的女神 她仍然處於被控制的狀態下 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她 就在這個時候 兩個女神的死者從天而降 她們告訴阿列斯說 雖然你們已經消滅了魔法皇帝蓋雷恩 但是女神的內心仍然被封閉在黑暗之中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兩個女神的死者 將會讓女神覺醒成為真正的女神 聽到這樣子的話 娜露很開心地說 這樣子露娜就可以恢復成原本的露娜 不過女神的死者卻潑冷水 說露娜只不過是女神的暫時心態 一旦她恢復了之後 露娜的人格還有記憶就會消失 為了拯救女神這也是不得已的 可是就在兩個死者要施法恢復女神的時候 突然有魔法攻擊了兩個死者 結果兩個死者就這樣子被幹掉 攻擊女神的死者的 不用說 當然就是魔法皇帝蓋雷恩了 蓋雷恩語帶嘲笑地說 龍主的實力 不過厄爾罵 就讓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吧 然後 蓋雷恩就說 我不要當人啦 蓋雷恩就這樣子 化成了怪物的心態 她在戰鬥的時候 會瞬間移動 所以不管人在哪裡 其實都沒有辦法阻擋她的進攻 玩家只能夠盡量地 讓自己的血不要低於一半一下 以免遭到她攻擊的時候被瞬間打敗 然後就是加強自己的攻擊力 努力進攻了 蓋雷恩被打敗之後 也沒有什麼後續的台詞 沒有看到她如何的悔痕 這一點我覺得就有點可惜就是 打倒了蓋雷恩回到場景之後 結果原本被打倒的兩個獅子 他們的精神似乎還存在世界上 獅子告訴蓋雷恩說 女神已經開始失控了 再這樣下去 失去魔法力的世界 將會毀滅 即使是龍主 可能也無法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阿雷斯 只有阿雷斯可以搬到 使者要阿雷斯去呼喚 在女神的躯體中那顆少女的心 也就是以阿雷斯這個少年 去呼喚 女神心中的那一個叫做露娜的少女的心 在接近女神的路上 女神會一直放電攻擊阿雷斯 這個放電的動作是會讓阿雷斯失血的 而且如果沒有好好加血的話 阿雷斯會真的死掉 所以各位記得 一定要在路上確實的哭血 一不小心可能真的會被女神轟死 再來就這影片中 所有加血的畫面都已經被剪掉了 所以看起來會蠻順暢的 路途中會聽到在女神心中的露娜的独白 她仿佛被關閉在黑暗之中 希望有人會救她 而她也察覺到阿雷斯似乎在接近 所以就向阿雷斯求救 在千辛萬苦之下 阿雷斯終於走到了女神的神殿 但是露娜的聲音也越來越虛弱 彷彿就要消失了 女神見到阿雷斯靠近 就以防衛的語氣 詢問阿雷斯說 你到底是神人 讓我如此的感到不安 即便在女神不斷的呼喊 要阿雷斯不要靠近 阿雷斯還是義無反顧的 向女神接近 最後終於喚醒了女神心中的露娜 也就此成功的解救了露娜 相對的 女神就似乎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 也許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說 依靠女神還有龍族 以及龍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靠人類自己 獨自發展還有繁榮的時代了 真是可喜可賀 至於露娜在這邊說的話 是說她在這段時間 彷彿做了一場很長很長的惡夢 但是她知道阿雷斯終究會來救她 最後也終於救到了她 故事就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吸 ihm一釧 到西才縁 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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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